各位同學 大家 各位老師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您是夏英國中的 對 等一下可以下去二樓看看我們才能購物節 你知道購物節好東西可以買 尤其剛剛兩個是扮演老人的 特別 還有這個孕婦也很厲害 男生扮演孕婦 女生扮演外國人 很謝謝夏英國中能夠對於我們交通安全 能夠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演出的行動劇 尤其我們在台南 現在我們都努力在推動 推行同學如果過馬路 手要舉起來 不是有問題 不是老師我有問題 是因為手舉起來比較容易讓車子裡面的人看到 比如其實是大貨車或是大客車 那很多大車 這個因為他有視覺的視角 他你手舉起來他比較容易看 因為很多我們國中小的同學身高沒有那麼高的話 那其實身高很高你舉起來也更容易被看到 那所以說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遵守交通規則 至少自己就很重要 就是說你做交通規則你就利於不敗之力 到時候車子不讓你 車子不對 機車不讓你 機車不對 那腳踏車不讓你 不對 那因為行人的通行權是最優先的 那我們現在也 台南市也改善了很多個入口 到年底以前要改善100個入口 改善什麼呢 就是有行人專用實項 行人專用實項的時候 就是所有左右的跟直行的車子都要停下來讓行人走 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行人 有時候你要走到對接你可能要走兩個 但是有行人專用實項你直接穿過去都可以 第二個 這個行人專用實項是保障行人入選最重要的 都不用坐 都不用坐 你一間都不用坐 這個時候大家都停下來讓行人走 第三個 也保障了我們開車的 因為你開車的時候 你就不用擔心有行人穿越 那這樣子的話 對於大家都好 對於行人好 對於駕駛人好 因為有時候 你是要直走 你這邊是綠燈 可是你要右轉 可是行人一直走 一直走 你等到你要可以走的時候已經紅燈了 所以一個紅燈過不了 一個綠燈過不了兩台車 後面都巴巴巴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 大家互相禮讓是最重要 但在互相禮讓之前 我們先用法律來規範 先用交通號次來規範 規範專用的路權 那也謝謝 夏營國中 這個精彩的表演 連市長看了都很印象深刻 那也希望各位同學 有表演 那也能夠做得到 那跟家中的長輩 因為剛剛扮演老人 你回去要跟阿公阿嬤講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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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謝謝我們 到交通安全 我們的責任學校 召集的各位校長 能夠讓所有的台南市的 學校都能動起來 那做好交通安全 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 也保護也尊重別人 那祝福我們這個活動是 只是一個開始 我們持續還會再 持續推動下去 謝謝各位